今天咱们不聊电车了 今天咱们聊一聊油车 聊一聊我这台川崎J1000R 有粉丝会说了 杨哥是不是想进军机车界 想转行 没有啊 没有 没有这个意思 然后我只是想把我个人的一些玩车经验 跟我的粉丝们说一说 因为我相信我很多屏幕前的粉丝 年龄都不大 只有17岁18岁 很多还都是未成年的状态 他们心里都有一个机车梦 无奈 现在年龄太小 经济又不独立 家长又不支持 所以他们只能暂时的去玩电车啊 电魔 就比如说我们锦州的这个三台十万金站的车主 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他们都会跟我不约恩同的说 杨哥我们也喜欢机车 我们看你天天骑油的出去 我们也羡慕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年龄太小 考不来驾驶证 然后我父母也不同意我玩机车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机车出事的事故 例子太多了 所以父母就认为这个油车比电车要危险的多 然后经济不独立的他们自己又没有购买能力 所以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喜欢的机车 但是又玩不上 然后今天杨哥面对这些喜欢机车又无法完成自己暂时梦想的一些车友们跟你们讲解一下 以后你们买机车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这是一台2017年R版的川崎Z1000R版跟普版的区别是R版升级了M50布雷伯的卡钱 然后布雷伯的刹车盘 后面呢升级了欧林斯的中置减震 然后R版比普版的价格要高16000块 这台车的整车质量也就是重量有220公斤 马力是142匹 它的零百加速是3.1秒 然后它的价格呢 如果你买新车的话 大概要交到18万左右 这是一台二手车 所以我没有花那么多钱 这台车只花了我12万多一点 之所以又换回这一千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那台本田650R 实在是没有办法再骑下去了 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聊的那样 我们有三台10万级别的电膜玩家 我每次跟他们出去玩的时候 骑我那台650R 他们都会反复的蹂躏我 反复的抄完我又等我 反复的抄完我又等我 不停的蹦我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然后我就当机立断 我说我认赔 我要把这650R卖了 我再买一台穿七这一千 我要不向他们屈服 然后还是那句话 我今年都已经36岁了 我不想在电膜上花太多的钱 去跟他们同台竞技 因为他们那几个车都太狠了 人家一煮电池都三万八千块钱 我要想虐他们 在电膜领域虐他们 我就需要投资 比他们的价格还要高 所以横梁来横梁去 我还是换台机车吧 换台机车 一个是符合我年龄段 一个是他各方面政见齐全 在上到行驶的时候 不用担心警察输出 然后再教一下大家以后 买机车的一些注意事项 首先是这个机车的里程 你比如说这台车 它是八千公里 八千公里我们要看什么 要看这个胎花 如果说它只有真正的八千公里 没调过表 这个胎纹是应该很重的 就没什么磨损 然后再用手去摸这个车的刹车盘 刹车盘也没有很重的纹路 很明显的钩 就说明这个车的里程没有被调过 然后再去观察这个车的每一个螺丝 有没有拧动的痕迹 原装度怎么样 再观察这个侧面 以及这个编程上面 这个小鸠有没有导车的痕迹 就可以基本上确定这台车的车况了 最后呢 才是打火听发动机的声音 川崎这款车呢 它的发动机声音很静 在你改油的时候 你可以很明显的听到 它的嗅嗅的加油传 每当我们在街道上 遇见轰鸣而过的机车时 都会忍不住 投去羡慕的目光 而我们却很少看到 每一个机车玩家 在每一次出行前 都会去加油站 把油加满 可以说每一次出行 都是一笔费用的支出 相比于电车 这种跨骑的机车 更多意义上 是一个纯粹的玩具 它并不会给你的生活 带来便捷 而且还会增加 你的生活开支 而机车有电车 给予不了的声浪 给予不了的机械感 机车有一种魔力 当你坐上它的时候 双手握紧车把的时候 你会从心中 升腾起一股 前所未有的自信感 心中莫名出现三个字 爱谁谁 我认为是有电车 你看你 我认为是像 想想想想 我认为是 那是 我认为是 在对 好 我认为是 看我 警察 你 东西 感谢观看